嗨你好 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录制的是根据上班厂所给的那些意见 那么今天接下来的就是这个video就是第二部分今天 因为今天也是大跌 由于是那个什么什么的什么DB的债务危机 我就不方便讲什么了 那个我看到好像是炒冷饭这样 ok 因为如果你清楚知道EPF有多少钱呢 EPF大概有700个billion的资产 对比这个才那个几八千来看的话 EPF到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是很假辣 这NNDP到的话基本上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所以股市会有波动是蛮正常的 浪漱我也是在某个地方也公开说过了 接下来的股市是波动是蛮大的 尤其是要接近6月的时候 6月到大概是9月没有记错 他现在已经是很明显 因为现在是4月16号还有大概是几天 我们的那个JETTY就要国行总灾 因为我不知道JETTY是谁了 他是我们那个Bank the Garden Malaysia的国行的总灾 OK 说他在这里的时候5月1号 他就光荣退下来到时随接班 这个是蛮关键的一下 如果是和表情国阵的 我们股市短期里面哇真的是非常好一下 OK 所以要看一下怎样呢 他们因为新的总裁新的作风 就看他怎样去去补助那个市场的走势之类的 这些东西我们也要知道的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先不要讲这个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期限 然后亚航的走势 这个很有趣一下 当然还有分享 顺便分享其他 还有一个是关于师傅的东西 这个我看到有一些人在 一些地方好像误导着我的所说的意思 好像说是师傅 等下我就还会跟你讲解这里 他们好像是讲是师傅该不该负责任 那负责任也是看是哪一种责任 OK 等下我们才看这个 OK 先看期限 我在这里曾经有讲过 OK 有分享过 在星期天也就是四月二十四 就是前天的分享的时候 聚会的时候 我得到很有幸的参加 一个他人的那个分享那边 他们讲投资他有分三 投资跟投资有分三个期限 你要确定你是哪一种操作 在这里我是有讲过 长期的是看公司前景吗 OK 事实上是前景了 这个钱的蛮你 OK 如果公司是持续赚钱还是 而且一直越赚越多 那种事 我们当然是可以考虑进去的 这个不用紧 OK 蛮多人赖我的post 因为这个post好像是 在我的特地的最近组 不好意思 谈比较多 中期的是主要是看趋势 趋势方面当然很多种 好像比如说 亚航是其中一个 所以等下我们会看深入的检讨一下 亚航他走他的趋势是怎样的 他仍然也是有一些风险 我们不可忽略他的 OK 短期的操作主要是跟装 OK 这里 我也忙操作一下 但是这种看了就跑到很快一下 不然的话你真的是什么都不能 所以我通常我都是玩 这两个比较多 OK 买了后持有也有 但是看到不对的时候 我是立刻逃跑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 就是DGCT 4分卖进 然后看到他没有突破 那时候我来不及 在4分逃 就是 亏一点水钱 结果到后来的时候 看看下没有机会 两分 看到他大跌的时候 我就逃了一处 还要逃到快 不然的话 再推断了一千块 这样 因为我那个我大概只是放 一千log而已 OK 在期限这方面 你要清楚了解你自己 不要适合哪一个 有一些是工作性质的关系 是 你们 你们 就不能注意 那些种 短期 短期那种是 给那些 比较多时间 看盆的 还有做 做比较多功课 因为 一短期是 一短的期限 我们所需要做的功课 也是会更多 我们除了看这些图 还是还要看那些 那些什么 好像新闻来的时候 短期的时候 这些是非常敏感 短期的波动是很大 的确是很容易赚钱 也要看你 不过 我们不需要每一个 每个波动就赚了 我们只看到一个机会 来了我们就进去 然后等一下 然后就 赚了钱 然后出去 就好了 很可惜 很多人 看到是不是机会 一有大跌就进去 最好的就是 Gtronic OK Gtronic 我看得到的就是 昨天大跌的时候 很多人用进去 有一些人也有讲过 他的业绩已经是 预测 已经是坏了 就那些人 没有看那些 季报啊 就是 没有阅读季报 ok 所以是得到这种 教训 这也是不能怪的 而且有时 他让他转理成很好 好一个季报 跟你讲好 然后Gtronic那边 他的跌势是 跌到蛮够了一下的 他的那个业绩 跌了 跌升只是 跌了75% 没有记错 那个盈利 那 profit跌升只是 对了 对比上一季 上一年的那个 季对季 也就是 1月到3月 没有记错的话 ok 对比2015年 1月到3月之间的 那个 业绩比较的话 他是缺少了 75% 所以是股市 那个股价会大跌 也是 立刻反映出来的 嗯 将近亚航的走势方面 ok 在之前我这里讲过 有贝离的发生 是吗 贝离的发生 不过在这里有一个 就不行 不过他 长期来看的话 他还是贝离 因为他的这个 他这个量啊 他在包起这个量是 还搞过这个量 然后到直接到这里为止 他的股价开始下跌 股价下跌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贝离了 ok 在这边的时候 是形成顶 顶部 这里股价下跌 然后股量上升 这代表是什么呢 这个不叫贝离了 这个叫conversion conversion的话 你忘了叫什么 我就暂时记不起来 ok divergent 就是贝离 conversion conversion从前要出现的话 就代表股价的反弹机会蛮高 在这里 你们可以看一下 他没有在乡下下跌 那使我好像是讲1.85 大概是 如果股价没有跌破1.85的话 是 就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这里 就看明天的走势 如果还是碰了1.85 然后异度上的时候 是他的量啊 比今天的量是就是 6110万 的成交量高的话 也就是上半场到10点半的时候 还有成30 30 30 305 3050万的成交量的话 就是 30.5 大概是30.5 million的那个成交量 然后 他就是 我们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股 在这里 有机是他的平单 我们通常是看这里 做他波动 就期待他有至少5分 6分 5分6分的话 在一个平单方面 都可以赚大概是10%这样了 ok 这里就是我们可以值得留意的 这个就是捉反弹了 这是趋势 他趋势会走到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有对蛮多东西 第一个就是他的债务 他的债务是美金 也就是美金方面是我们就要看 看的就是 这个啊美金方面 ok 我们就看他这里 美金对比马币的走势 ok 你根本看到这里是3.9233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是的确是比之前低 稍微低一点 我们看一下是月的 ok 等一下先就是看这边 ok 不过怎样看来都好 下一季的那个记忆报 怎样都是好 因为他是 是下跌着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的趋势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走 但是他的马币 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管理层 不要乱乱炒坏位就可以了 就是乱乱玩那个Forex 那些Hanging 对冲 他当初还有做一些东西 就是因为他那对冲啊 搞到那个公司亏钱 这里也要小心的 你不是发生了一次 发生了蛮多次 这个也是他的因素之一 然后最重要还是他的那个债务方面 他债务能减少当然是好 我哈债务那边 他们那个 他那个proposer好像是 私下筹股那边就是配股啊 那个10亿的好像 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ok 我又等 然后要这里 他是他的那些炸弹 这些是要留意的东西 不能单单是因为这样我就可以 可以上上去 最高的时候是 ok这个十字星就是2.17 在2.17那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2.17这里已经是蛮不错了 如果他在这里再上升回去 如果他上升回去当然是很好 因为在这里的话就有 我们可以看一下1.91到1.92.17的话就是有整 2毛6 2毛6的波动是蛮好一下咯 好比如说 啊 啊 是他的 他的那个平单方面啊 ok c31应该是c31 ok c31没有记错是 啊 那我想一下先不是c31 是不是c31要开那个myg的 ok myg方面这里需要一些时间给我等待一下 ok 在这里 可以看一下的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功课 ok 我不是看这个我是看 ok c 不是 哦 所以是c31 ok c31为什么我是讲c31 因为他的他的那个exercise price快半 所以是值得看一下的 然后他的他的是 啊 他是mgrey mgrey这个满满满公平一下 ok 至少整个跟着玩那个formula ok c31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 你看这里他最高是去到2.05 当平单他是反弹的时候啊 就是母股反弹的时候是 ok 在这里上升到这里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懒多算的话是 真的懒多算的话啦 我就直接以这个来算 0.6的差价也就是整38.7 这个就是他的平单的模拟 当然我们要知道他是 他是有没有啊 跟着那些趋势这样跑 因为这个你完全是跟着玩那个 A-Asia的这样跑了看到吗 ok 所以他现在两天三天下大跌 然后他这里也是两天齿平 然后三天大跌 ok 在这边已经看到很明显有人 拿下来 他这个和他的母股的走势 基本上是一样的 ok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机会 这个是其中一个机会 当然 你如果很神的话 你就可以做到这么高 刚才那个是由最低到最高 也就是 只有神才可以做得到啊 就是0.15到0.215 或者是以上也是可以 只要他能突破带量突破升高的话 那么就有机会了 你有一些人以为我只是看我也是有 看下是有没有机会进场 有机会我就进场 因为在这样的价位 对我来讲是 开始合理一点 至少不会跌到很长 至少没有叫你在这个价位进 在这个价位 可以考虑 但是不鼓励进 如果你没有 没有时间的话 那这个是中期或者是短期 短期的超约也说不定 局势一变了 我们真的是要立刻出场 这个就是啊 中期的那个策略 趋势一改变了 真的立刻要逃跑 像现在这样 这里一看到见点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转变 调整是下跌趋势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不根据它的基本面来讲的话 这个股两块半是没有问题的 在新的一个业绩出来的话 那么它的应该也是要到了 因为现在是5月5月 最近5月5月的时候是 压行也是会出新的季报 那时我们就看一下 有时它股价会提早反应 不可以别忘了满多外围的因素啊 所以压行那边就AHM方面是 不排除也是会跟着大局势跌跌 那今天 今天这样下跌是 可以讲是除了 开开之前的那些管理层做动动作之外 然后外围局势也是蛮糟糕一下 770多只 看一下哪一只 大概是779 原本是800多只 但收盘领委的时候 它才正正 就是变成779 OK 也是有时以来 不是有时 最近突然间那种爆增的 它的那个交易量跟 它的那个成交量 OK 在这里就是压行的走势 那么我压行的走势那边 这个是整天的 也是4月26号 现在是7点11分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用技术 技术分析那边分享 当初也是有讲过 不是讲过 是写过关于技术 技术分析是阳性的 也就是说 它会一直变动很快 它不像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就比较适合做 中长期的操作 像这些波动比较快的 我们当然是用技术分析 你今天可以看到我这样 因为我是跟着这个图表跟我讲 OK 是这样走的 然后看到这里 突然间这个量子 今天的成交量是 昨天的两倍以上 OK 所以这样突然间爆震 爆震的成交量之下 虽然是下跌啊 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机会到来的时候了 它在这里领委的时候 还没有再继续下跌 这里蛮值得留意一下 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之外 在上次我也有讲过的 这只股是蛮不错一下 很白着 我在这里 我是专攻 他的儿子 因为这样的波动来讲 在这里我又不是交易员 那么我一笔的水钱 我都赚不多 反而这个我一笔 我就可以跑了 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蛮多机会 给人要给我操作 今天我是近在这里最低点 那个最低点成交大概是200 是我做的 OK 在这里就来不及 这个没有没有机会做到 这个4月7号的 蛮蛮多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这样上下上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这里 我所做的就是有进出场的记录在这边 我总共买了一次两次三次 买卖两次了 这是第三次 OK这里卖进 OK卖出 然后这里再买 买进 这里再卖出 在这里再买进 就今天买了 OK200了 可以看一下这里是remaining 是200 那在这里我大概是赚了800块 然后他的那个成本 如果扣出这个所赚的 我所付出的大概是1254 也就是我的每股成本 OK当我这个变成0的话 就是这样我在这里买卖的话 基本上是很爽了 OK接下来我就在那边看看怎样闲 接下来就是 这个有机会的话 如果能上到0.125的话 我只是0.125 我也是爽了 而且你看下来是1.15 也是可以出1.15的话 我所赚是大概是200块不到 这200块对除那边就是没有过账的情况之下 这是赚一些咖啡钱一下一下 OK 这些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些平台怎样去操作 当然这些东西也是可以学的 OK只是在我这个只会在我的整个课程 就是Full Cost那边我才跟你讲的 在那些 入门课那边我就没有跟你讲 我会跟你讲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因为这些就是技巧的方式 这些方面 心态不正也是达到 这个不是Tips 要跟你讲啊 OK 只是跟你讲是怎样操作方面 然后我们只看到什么是机会 怎样去应对方面的 这也就是看看本的操作技术了 OK 那么还有接下来就是看所谓的师傅 师傅方面我就要回去这里OK 在这里有所强调的不是那个师傅 就是第二篇那边不是师傅要付完学生全部的责任啊 有一些责任比如说 你亏钱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做应该做东西 那不是师傅的问题 你是应该找师傅问为什么要这样 师傅肯定会跟你讲OK 问你那个原因是出在哪里 你有没有跟着那些procedure这样做 好像程序这样做 那功课应该做东西 OK如果没有做东西你亏钱 你也是 这就是你应得的东西啊 不能讲说什么 因为这个是指导的 好像比如说你要去吃饭的话 或者是上课读书的话 人家看你读书的话你就读嘛 OK 你没有仔细的读书的话 到考试的时候老师要负责任的嘛 没有可能的嘛是吗 那个就是老师有尽量的一直指导你怎样去做 怎样去应付考试之类的 连普系老师也是不能帮到你 因为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真正的代替 取代你去考场那边考试 到后来的时候也是你自己要做决定的 好像股市方面更加明显 要清楚知道股市方面 怎样都是亏损的方面比较高哦 为什么呢 因为在股市只有三景情况罢了 你进去买一只股的时候 一就是增长 也就是上升 二就是扯平不上不下 三就是下跌 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我们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赚钱就上升 OK 在上升那边就是这三个情况之下 我们只有三十三就是三分之一的机会力 OK 那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到 那个就好像我自己这样分析都好啊 我也不一定对玩我 我只是大概大概这样了解 他的趋势是这样做 OK 是不是这样走 我们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们要怎样提升这些方法呢 就是看我们的那个很多东西要学做了 比如说看大局势那边 大趋势是怎样走的 OK 除了技术分析之外 当然我们还要看外围的东西是怎样的 还有是什么情况导致啊 今天大跌 像今天大跌 我在开始说我已经讲了那个东西了 OK 那么我今天就讲到这么多 这里还有记得 师傅只是一个指导你去应该走的路 减少那些不必要的路 路图 就比如说是 OK 比如说我在看一下谁应该还在这里 没有师傅的指导之下 你要从A点去到B点 就是达到一定的程度可以赚钱 比如说股市方面 你可能会经历到蛮多波段 OK可能是你自己创啊 创到头破血流啊 如果还能存活的话 那么你就达到这个这个程度 如果师傅的话是 还会教你从A直接去比 这个是有分别 不过 你要做应该做的东西啦 你没有做应该做 只是发白热梦的话是 这个也是蛮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来的 所以 看了这个video之后哦 你也不要以为 看了这个video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你也是需要动手做东西的 然后看这些图 我至少可以讲到这么轻松啊 为什么要这样轻松 因为我已经做了蛮多时间 我已经过了10,000 10,000 1万个小时的练习 或者是以上的 这是看图方面 当然我也是要看基本分析 为什么我只是讲图 那讲图表面方面比较快 因为一目了然嘛 对吗 如果是讲技术 基本分析方面呢 我要每个这样进去那边 然后它是已经是过期了的 然后最重要的 还是我要怎样排去 变成好像 我所说的东西就是 这样 这样我们就一目了了 我过往的时候 这个每个 这个是年报 它是有没有增长 这个 像我的那个 NYG 我这时候啊 我做中期的趋势 操作的时候 我也是看到这里 你看那Earning Perchets 是上升着的 OK 在这里 也是 没有记错 应该是8%比来的 OK 在这里 Net Profit Margin 也是上升着的 OK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很明显吗 这是一只 一直这样 保持着 只要它的债务也是 这个债务上升 也是合理支持 支持它的那个盈利上升了 那Cashful方面 就很不稳定了 然后2015年的时候 当然会比较少一点 或者2016 应该是买的物质 不是 那个也是一点危险 Empire City 所出产的产业 22董楼没有记错的话 OK 那个 那发展商 有一点问题 出到蛮大的 够力一下 OK 在这里 就是要做到这样 我们一目了然 我们才知道它的 好过啊 那些人啊 直接post这样的 我哪里只知道你写什么东西哦 我眼睛没有好到啊 每个都去看看看看看看 那这些 公布这些formula也是不介意 因为你不明白的话也是没有用的 你要了解才有用 那我们放到这样的话 我才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我present的话就好像 我要呈现 我要去卖给顾客的话是 我肯定是用这种东西来跟说服的顾客 没有可能用这些数据啊 OK 数据这样放 哇 我这些数据 哇 好像天文数目这样 我看到这样新股 然后他不都这样放 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看技术分析呢 因为我们是看这样的一目了 然后骨架方面 OK 我们在看的时候才知道 他的那个和那个交易量的那个关系 OK 这里就是 要看我们怎样去帮他简单化 基本面方面的确是很简单 不很多人的 只是放那些 那些图 那些什么我看到 哇 这样的东西 你给你自己看 不是给人家看的 要给人家看的话 当然最好是做到 这样的程度 这样的程度 就很简单讲解了 OK 要做这样的程度 你就要动工 下点苦工咯 OK 就是用Excel那边 做好好的时候 然后就是Import那Data 进那Data 那Block好一点 这里是联分 这里是数据的 他的Data 多少 OK 不要搞错他的X-axis跟Y-axis 这些东西的 OK 这东西 只要你是有中学程度的话 应该是不会难到哪里去的 他也没有用到 超过加减乘除 这四个 他没有用到那些很复杂的方程式 到后来 不管你没有拜师都好 你还是要下一点苦工 拜师是简单化你的那个路程里 你要清楚了解这点 没有一个人是 就是 不需要任何努力之下 就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天下没有白吃午餐 这点要认同 就是这样 所以师父那边是 他的责任 只是 帮助你 求证你 而不是帮你付完全部责任 你亏欠的时候 我找师父 没有可能的事了 你就要找师父帮忙你 怎样改善你 这里实际上没有再有人 利用我的文章来胡乱说一篇 和其他人的比较一下 然后其他人讲的也是有道理 因为那个不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是分享他们的心得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种人 帮我们减少做功课 我们仔细验证你 好 讲的这样这么多的话 那么我的讲座会 我还是会跟你讲 这个是华语的讲座会的链接 全部资料在这边 如果你要有兴趣知道的话 你可以去打这个链接 还有那么这个是零 这是欧不是零小欧 英文讲座就是这里 如果你有兴趣 如果你不太会华语的话 你可以来参加英文 因为你会听华语 但是你不太会写的话 但是你还是比较倾向英文讲座 我不是单方面只讲华语 因为我也是认识蛮多一些人 说实在我搞英文 因为这个诊已经是够了的 为什么还要搞华语 因为也是蛮多人 跟我讲 英文没有这样好 实际上英文没有这样好 可以改善的 因为我们看年报 全部都是英文为主 所以到头还 学华语也是有一个优势 至少知道它的词语方面 ok 今天的分享就这么多 谢谢光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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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